没有他在中日点球大战的两次扑救 又怎会有王珊珊最后的一锤定营 没有他在决赛不是阶段的神奇异档 又怎会有萧宇在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 他就是女足国家队的门将朱玉 他出生于1997年 是辽宁本西人 身高1.84年 他在本届亚洲被大放一踩 屡次在关键时刻奉献出精彩神扑 是中国女足夺冠的最大功臣之一 在生活中文质彬彬的他 在比赛中却霸气十足 场上场下简直是判若两人 由于在半决赛之前的对手实力有限 所以朱玉并没有得到太多表现的机会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扑点球的机会 对方还一脚把球踢到了横梁上 直到半决赛 朱玉才渐渐开始显露锋芒 半决赛对战未免冠军日本队 简直成为了朱玉的代表作 中国队在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 顽强地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 而朱玉在常规时间的数次精彩拖救 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身高必长的他 在门前宛如一座一栋长城 只要有他镇守 那么中国队的门前就是近飞区 而终日最后的点球大战 才是真正属于朱玉的表演时刻 他先是轻松地扑出了第一个点球 给了日本队当头一棒 随后更是对他们做出了一个霸心外露的表情 虽然之后的张星把点球打偏了 但朱玉竟然又再一次扑出了南蒙华主阀的点球 毛珊珊最后一蹴而就 朱中国队惊险地淘汰了日本队 朱玉很好地诠释了何卫一副当官万夫莫开 决赛对阵老对手韩国队 朱玉曾在赛前这样回复明山驱实验小学的孩子们 他说到中国女足永不言败 一定会拼到最后 而他也切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在不时阶段 韩国队将球掉入禁区 中国队姚伟停球失误 韩国队孙化然禁区离报社 朱玉竟然神奇地挡出了这几近在咫尺的射门 随后中国队正是沉沉化解了这次险形 下面让我们听听朱玉是怎样来陈述这个时刻的吧 队友显然没有辜负他的神奇一扑 仅一分钟后 王珊珊就送出了一记肋骨直塞 助萧玉一决杀了韩国队 而朱玉也凭借着出色发挥 毫无悬念地融应了本届亚洲杯的最佳门将 如果奇迹有颜色 那么一定是中国红 让我们记住这位身材高跳英姿萨爽的姑娘吧 他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国门